派崔克,你知道恐龙的定义吗? 不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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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吗? 哈哈,当然没那么简单啦 恐龙左墓的定义是麻雀、梁龙和三角龙最近共同祖先 以及他的所有后代 说人话行不行,我听不懂 其实就是代表了恐龙左墓的三个分支 瘦角类、西角形类和鸟屯类 不是说分两个墓吗?西屯木和鸟屯木? 呃,确实是这样 不过有观点认为瘦角类和鸟屯类关系更近 它们一起组成鸟腿类 不过主流观点还是以前的说法 瘦角类和西角形类更近 也就是说,这三个分支的关系尚无定论 对,所以我一般就说恐龙左墓包含三个分支 今年下半年,终 就是终于我要克补其中一个分支,西角形类 那么这一集呢,我就介绍一下早期的西角形类 它们最早的成员大概长什么样子呢? 是这样的吗? 不好意思,板龙和这些老家伙比 已经算是很进步了 这才是第一批西角形类正确的打开方式 What the fuck? 这不是瘦角类吗? 呃,其实它们最开始就是长这样的 比如说布什盗龙 它是最早的西角形类之一 生存于卡尼奇 它长得就非常像瘦角类 后知远远比前肢巨大 它们只能二足行走 体型小巧,体长只有1.6米 而且牙齿锋利并且向后弯曲 身体细长,行动敏捷 从这些特征上看 它很有可能是个小型掠食者 也可能是杂食动物 最早的西角形类居然可能是掠食者 确实会三观 但是在卡尼奇 也不是所有的西角形类都是掠食者 呱巴龙科可能就是素食者 它们的牙齿成叶状 很适合切割植物 呱巴龙科在恐龙尚未大型化之前 就已经接受素食了 但是它们依旧非常小巧 数量也非常稀少 在当时并不成功 当时的西角形类体型太小 遇到补食者时 只能依靠敏捷的伸手 躲避捕食者的追杀 龙舌龙就是一种原始的西角形类恐龙 它可能属于呱巴龙科 我们在它身上 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原始的特征 它长得像瘦脚类 脑袋又细又长 后置远比前置长 是二足行走的恐龙 四肢和手指的结构也很接近瘦脚类 龙舌龙同样非常小 体长只有1.5米 有意思的是 龙舌龙的前置虽然有5个只 第一第二第三只发育正常 并且有锋利的爪子 但是它的第四第五只却很小 有退化的趋势 隔壁瘦脚类想说 别吵起老子 在同一时期 还有曹齿龙科的曹齿龙鼠 也是非常小的素食恐龙 只有不到三米长 后来 到了诺利期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终于看起来比较正常的分支 板龙科 这个分支和之前那群老家伙相比 进步太多了 它们演化出了西角形的标志性特点 长脖子 巨大灵活的脖子 大大增加了采集食物的范围 使得它们可以构到高处的树叶 板龙就属于板龙科 它们体型巨大 体长达到了6到10米 体重最重有5吨 这种体型在三年纪已经算是很大了 因为板龙的脖子很长 为了保持平衡 它们演化出了发达巨大的尾巴 尾巴至少也是4个尾椎所构成 板龙的牙齿带有锯齿 更像直视性的蜥蜴 而且它们的牙齿更适合切断植物 而不像大多数食肉恐龙那样 拥有牛排刀一样的牙齿 板龙的牙齿也不会像现代哺乳动物那样 能够咀嚼 而是将植物切断后就咽下去 它们的下颌是不能左右运动的 它们很有可能吞下石头 避免消化不良 石头在胃里可以将植物磨碎 而且它们的眼睛是朝向两侧的 而非前方 形成全范围的视线范围 可警戒注意掠食者 但是板龙科也不是很进步 板龙的前肢比后肢短许多 而且它们的前肢结构依旧原始 拥有明显的手指 以及拇指尖爪 即可对于板龙前肢的生理构造研究 证实了板龙前肢的运动范围很大 所以它们几乎不可能四足行走 和瘦脚压目一样 板龙科不能翻转它们的手掌 所以它们的手掌往下垂 而且不能以前肢支撑重量或行走 板龙的前肢可能用来进食时抓握树枝 也可以用来防御 板龙的手部非常巨大 有五个手指 而且和龙生龙一样 第四 第五指非常小 板龙的结构和习性让我想起了镰刀龙类 两者在很多很多方面都比较相似 也是趋通银化的例子 板龙是最著名的三叠季恐龙之一 也是欧洲最常见的恐龙之一 在西欧超过50个三叠季沙烟层 发现了板龙化石 数量是比较多的 可以说明板龙的诺利期是十分成功的恐龙 不过板龙科也只是在晚三叠市昙花一现 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并没有活到侏罗纪 三叠季大灭绝后 陆生甲二类衰败 恐龙彻底成为了地球的统治者 西角形类的板龙科 也活到侏罗纪的成员 但是随着更进步的大脚类绝起 他们也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下一期 我们聊一下找侏罗式的西角形类 看看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变大的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 发现鬼谷视频的一个小失误 三叠季卡尼器的恐龙种类依旧屈指可数 而且当时的西角形类可能还是扎实的 体型非常小 脖子也不够长 吃不到高处的树叶 他们要到洛丽期的时候才开始大型化 而且也不会达到陆地动物的90% 恐龙化石真有那么多 那个时候的生物多样性是有多差啊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三连么么哒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